在同自己的过去做出诀别之后,雷电牙医加入了世界蛇。 从那坚毅的眼神中便能得知,他已做出了选择。 他将头身黑暗,踏上那条属于自己的经济之路。 普通攻击连续斩击目标,造成物理伤害,并恢复名为无念的能量。 若在释放第五击时中断攻击,招式还会由分身接替完成。 无念充足时,长按攻击键可使用分支攻击真影闪,换出分身穿刺敌人。 真影闪能对敌人施加剑印,使其一段时间内受到更多物理伤害。 QTE技能同样有这个效果。 若在无念满意时,释放分支攻击,将发动真影闪一式,造成更高伤害。 并且继续点击攻击键,还能快速衔接真影闪二式。 闪避技能冷却完成时,于闪避后按住攻击键,断罪引武将在冲击敌人后直接发动真影闪一式。 此时点击攻击键,也会释放真影闪二式,并且这两式皆不会消耗无念。 月夜之下,一把断罪的影刃以此起舞,将那黑暗中蠢蠢欲动的恶孽,一个不胜的斩于脚下。 断罪引武斜分身迅速斩击敌人,必杀技能对护盾造成更高伤害,并在一段时间内提升队伍物理输出。 同时还会获得全队共享的三点真影充能。 真影充能可以在断罪引武发动真影闪时被消耗,同时大幅提升真影闪的伤害。 真影充能还会在队友蓄力攻击命中时被消耗,化为分身协助战斗,并刷新建议效果,同时回复断罪引武一定能量。 断罪引武通常先利用闪避技能触发真影闪,然后持续进攻积攒无念,并再次释放真影闪。 能量充足后发动必杀技补充真影充能,以强化下一轮的进攻。 若遭遇强敌,也可在开启必杀技后切换角色,让队友同分身协作,一举击溃对手。 当少女选择步入黑暗之时,黑暗在她耳边善笑不已,但她紧握手中的利刃,眼中已没有了犹豫。 那前方的道路将由她独自开辟,那未来的艰险将由她亲自斩断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